你最近有沒有拍拖? 沒有我幹什麼? 你還是單身的? 我介紹我朋友給你認識 我看見一個邪忍出現了 現在是一個風氣 香港很多朋友放假時都會選擇行山 自己是否喜歡這件事 所以去日本也選擇是行山之類 是啊 因為在香港都會開始 我想差不多兩年都有行山 一不是夏天我就會去行山 之前很辛苦 我覺得這麼多級樓梯怎麼走 起初我覺得不是很享受 但我覺得不如試試 還有走完那一刻的滿足感很大 慢慢就開始變了享受 不是說一開始要走那麼遠很辛苦 但去日本走有什麼要注意呢? 如果有些朋友也聽到 這麼棒 這麼好風景 其實日本很好走 真的相對香港 但真的最重要就是 譬如天氣始終會下雪 很滑 很滑 去到會下雪 天氣又冷些 你預防那個寒冷 是需要再加重些 要添衣 對鞋也很重要 要添雪地 是呀 是呀 但當然夏天就舒服很多 但我沒有試過 我下次也想是 不是那麼大雪的日子去去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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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sunny такой 那個 蠅